春日派出所的警员執行巡逻勤务时 经过193县道南下车道 发现有车辆摆放警示牌 一对夫妻心急如焚 等了两个小时 没有看到救援车的踪影 而这两个夫妻不晓得该怎么办 远警赶紧联络才知道是一场乌龙 民众把新马乳桥抱成是高辽打桥 两者相距有七公里之远 因此救援车一直没有找到正确地点 过没多久救援车终于到来了 这两夫妻频频频向警方致谢 春日派出所警员执行情区查物的时候 经过193县道南下车道 有车辆摆放警示牌 一对夫妇心急如焚 等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没有见到救援车的踪影 夫妻两不知该如何是好 才知道原来是一场乌龙 民众将新马乳桥抱成高辽大桥 两者相距大约有七公里左右 所以救援车迟迟没有到正确地点 过没多久救援车终于来了 夫妻向警察致谢 如果没有警察的主动协助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我跟他讲啦 喂 我是春日派出所的警员啦 对对对他报错了啦 因为他们可能是外地来的 不知道地点啦 一里本局也呼吁民众 出门之前应该要先检查 在路上如果发生故障 务必冷静 慢慢将车辆移到路旁 开启双黄灯 并在适当距离放置警示牌 以免发生追撞 另外车辆要定期的保养 为了避免突发状况之外 也能够延长车辆寿命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